欢迎来到老人存股 本单元提供高值利率存股标的分享 投资的本质是让全世界一流的企业家为你工作 如果你平时没有时间看盘研究 但认同上述长期投资的理念 欢迎继续往下看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个股是 股票代号2441的超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超风 超风成立于1983年 总部位于苗栗竹南 西元2000年时挂牌上市 目前股本56.9亿 市值约273亿台币 超风主要从事导线价封装测试等业务 其中封装占85% 测试占15% 另外若以封装形态来区分 传统的铜、银、金打线业务占95% 附金封装仅占约5% 上市公司历程科技于2012年时 透过公开市场收购方式入主超风持股43% 是以目前超风为历程任列合并营收之子公司之一 以整体历程集团而言 超风2021年营收195亿台币 约占历程营收比重23% 而整个历程集团2021年在全球封测市场中排名第四 市占率约为6.6% 另外我们若将超风与龙头股日月光2021年打线封装相关业务的营收1164亿相比 超风的规模约为日月光的17% 有别于全球封色龙头日月光等一线厂商 多将研发扩产资源用于富军封装、金元级封装 甚至散出封装、2.5D、3D封装等方向发展 超风主要业务仍是以最传统的导线架封装为主 由于受限于导线架先天限宽限距维缩制程有限的限制 产品应用多人以一般消费性电子为产品大宗 另外同样由于导线架封装的高可高度特性 亦很适合用在车用电子等相对于安全或是极端工作条件的应用领域等 追踪老人存股过去一段时间的朋友或许已经察觉到 在选择存股标的时 我一般并不以公司营收短期波动、获利展望、景气融枯等因素来当作筛选条件 而是挑选各产业排名靠前的领头厂商 观察过往配期记录是否稳定 产业长期趋势是否健康 最后才会着量考量未来一两年度的业绩展望来做选股 毕竟本频道旨在挑选优质且配期稳定的公司建议长期持有 建构稳定的现金流入 进而实现每个因人而异的理财目标 至于各股殖利率的高低与否 端是投资朋友的持有成本为何 买进价位越低者 自然长期持有的殖利率越高 反之亦然 简言之 配息稳定 趋势健康 成本便宜 三者取其交集 便有机会却贫重选 而封测行业 尤其是超风所在的传统消费性封测 一般来说对于先进制成的投资金额不大 利润来源主要靠良好的生产管理与成本控管所决定 因此营运绩效只要不是太差 一般都能满足配息稳定这一条件 其次 整个半导体行业随着物联网 车联网等大趋势的蓬勃发展 以及人均电子产品数量的不断提升 对于封测业 有量就有营收的厂商而言 长多趋势也没有什么疑虑 最后只剩下股价位置这个条件 有时候需要点耐心 等待合适的机会 因此 今天的分析 我将从以下两个面向出发 1.超风本身的经营绩效 2.超风股价相对未接 本图为国内20间主要封测厂商 2021年的营业利益率与税后存益率 不取毛利率的原因为 每间封装测试比重不一 毛利率会有结构性的差异 因此不能用作横向比较 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超风在两项指标排名分别为 第一第二获利能力稳居 前弹般无误 而29%的营业利益率 与24%的税后存益率 无论放在除了一线金元代工以外的 所有制造业代工业来看 应该皆能排入前段 资优生的行列 另外此图为上述封测厂商 2021年税后资产报酬率 ROA与税后股东权益报酬率 ROE 我们亦见到超风分居第二与第三 以ROE来说仅次于台积电的子公司精彩科技 以及风装厂龙头股日月光 值得一提的是 以今年第三季的数字来看 日月光负债比率59% 超风负债比率仅有18% 显示超风是以较为保守的方式营运 虽不利ROE数据美化 但对于对抗景气波动的能力则很强 然而即便如此 超风却常年保持国内风车厂前三名 亦显示超风本身的经营绩效十分惊人 以及同样投资一块钱给超风这间公司 岂可为股东创造的获利率 可能高于其他同业两倍 甚至三倍之高 2022年受到高通膨环境影响 全球金融市场面临股灾式的崩跌 以加权指数为例 自1月高点18619点 跌至10月底的12629点 最大跌幅32% 目前经历11月的反弹来到14528点 自低点反弹幅度约为15% 本图同样列是国内主要封测场目前股价 分别处以2022年股价高点与股价低点的比率 用以显示整体回档幅度 以及目前自低点反弹幅度 我们可以见到超峰目前股价距离年初高点修正31% 最大修正42% 修正程度高于多数同业 而股价至低点反弹幅度亦仅7% 位居末尾 显示此波反弹 超峰是市场所遗忘的标的 就其原因 因是超峰第三季面临客户剧烈的库存调整 导致营收季减25% 年减34% 单季获利1.07元 年减欲5成所致 然而前面提过我个人对于存股标的的选择 通常不会考量短期营运逆风与否 相反的 还需要透过连续重大利空冲击时 寻找体质良好标的 价格挫置切入的机会 而超峰正是我认为符合上述条件的标的之一 首先 超峰营运规模已达一定水准 且客户以国内一线IC设计为主 近年更开始将业务触角 朝向欧美等海外市场扩张 前10大客户仅占业绩4成左右 亦不算特别集中 基本抗波动能力是具备的 虽然客户产品应用方面以消费性电子为主 而该市场的特色之一就是短线波动 库存堆积与调整皆十分剧烈 然而我们认为这是行业特性使然 并非公司本身决策失误 或是竞争力有所下滑所致 可以不用太过忧心 其次 在本季法说会上 我们得知公司认为 2023年第一季 因为本波营运谷底 目前12月已接近尾声 以股价总是反映未来的特性来看 调整亦应来到末段 最后我们看一下超风的股力政策与评价 工资连续25年发放股力 合计发放股力62.19元 平均配息率为69% 且波动幅度不大 我们若假设今年第四季 与第三季获利相仿 则可推算出2022年EPS 约在6元上下 若搭配上述平均配息率据算 来年配息因落于3.9元上下 殖利率约8% 已成功进入我们的防守区域 其次 我们观察超风近10年的PER与PBR区间 上下线分别为14.4、6.7倍 与1.3、1.05倍 目前皆落于最便宜的20%区段 亦显示长期持有的下档风险已十分有限 值得投资朋友们开始关注 我相信只要耐心等待此波库存调整结束 在超风超强的赚钱能力与经营绩效加持下 获利回归常规 指日可待 以上就是今天的老人存股 希望本次内容符合您的需要 另外若是喜欢本单元 也请不令订阅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